而中共围台军演引起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等多国的谴责 总统赖金德今天视察国军和海巡队员 训免他们在日前中共的围台军演中 迅速应变反制全心全力的保家卫国 而成功见舰长还还原了与中共对峙的过程 祝飞行平安顺利 Happy Landing 中华民国总统赖金德18日来到空军作战指挥部 续勉全力应对中共围台军演的国军 中共在双十国庆后对台湾发动联合力舰2024B军演挑衅 当天派出125架次的军机骚扰创下单日新高 国军的战机也紧急升空应变 不只是共机扰台 中共在军演中还派出34艘次的船舰 国军的雄风飞弹发射车迅速就定位 让共舰不敢轻举妄动 赖清德也前往桃源续勉海军的海风机动中队 并颁发甲彩金 而当天的船之中有17艘是中共海警的公务船 其中甚至有超过万顿的海警船 中华民国海巡队员与共舰对峙 进行广播驱离 赖清德同样来到海巡署舰队分署 并与当时挺身面对万顿船的成功舰船员视讯对话 中共海警两国动腰 空位在一万两千顿 本舰为六百顿级 现场搭配花莲海巡队三百顿级巡方艇 以二对应的方式对应 红攻舰最高船数四十节 与巡方艇大小相配 快速接慢 相较大宗会的海警船 对应上更具体重明末性 报告完毕 谢谢总统 我们海巡同仁 作为群体国人的后盾 安定社会 安定民心的决心 也不会感变 我们保护鱼权的决心 也不会感变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政府也会做国军弟兄姐妹 及海巡同仁的后盾 面对中共威胁 国军与海巡沿阵以待 保卫国家绝不松懈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检 林玉堂 李毅宏 台湾台北报道